说实在话呢 这个我们刚才刘昭老师啊 或者是陈宁老师也讲了 如果是在PM2.5 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地方呢 尽量少出门 那出门必须要戴口罩 那如果宅在家里面呢 不要认为你就有地方躲藏了 因为家里面 因为这个外面的空气相当的污浊 你的室内空气也没那么干净 但是家里你没办法戴口罩啊 对啊 那怎么办呢 刘昭老师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吗 给咱们的房子戴成一个大口罩吧 哦 那是怎么讲 空气净化器 空气净化器 那空气净化器到底有作用吗 我马上站在那边 好了 普通快回来了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健康净化论 好 马上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净化论 咱们国家这个老百姓这个人均收入也增高了 一直越来越好了嘛 对 可以选择一下各种各样的空气净化器 比如说后面就有一台空气净化器 这么大 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空气净化器业内资深人士 林志峰老师欢迎您 欢迎林老师 今天给我们进行这个空气净化器的测试是吧 当然同样还要欢迎我们的陈静老师 是的 不过呢之前呢我们先跟这个我们健康家族的这个几位宝贝们来这个分享一下 其实在你们的印象当中什么样的空气净化器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呀空气净化器咱家还真没有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空气净化器呀管用不管用现在在市场争论的还挺激烈的 而且这个空气净化器呀在市场上也是分思不齐 您比如说哈花这个一千出点头就能买一个 花上万也能买一个 那你说这上万的太贵咱家买不起呀 这一两千块钱呢回头买完了就不管用这钱也白花 所以帮目前为止啊这咱现在还没买 哇真无事啊 还没买 一会儿看测试结果 我之前买了一个就是特别便宜的那种 而且买回家之后发现它会散发那种叫臭氧的东西 那臭氧闻的话因为打开之后你打开臭氧的东西才感觉到好像有这个东西在使用 可是闻久之后发现就是脑筋特别的酸痛 特别难受 后来我就把那个关掉了 关掉之后就去买了很多的花花草草 不满整个家发现那样的感觉会更好 那我觉得我今天来这个节目是来着的 因为我一直想买进化器 但是没有出手一直在观望 就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家大概有五六十平米 那我不知道我选一个什么样进化器最适合我家 怎样 什么样的进化器适合什么样的空间 对 首先我们先问一下陈景老师 是的 植物放在家里真的会有进化作用吗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但是相比于这个空气进化器来说 它的进化效果就微乎其微了 因为像这个植物的话 它不会主动地去吸附 它不会吸 但是这个进化器呢 它会主动往里吸 把那个脏空气吸进去 把那个干净空气吐出来 就是用处也不大 对对对 这样吧 就是我们先做一下这个吸附 这个脏空气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测试好不好 好 好也麻烦我们的李建峰老师呢 给我们来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空气进化器的这样一个测量 好吧 在做之前呢 我们要看到这个空气进化器的功效情况 我先把它污染一下 严重污染一下 好 你还觉得我们这个室内污染不够严重 还要给它污染一下 我们要看到它到底效果有多好 好 那我先污染一下 哇 瞬间这么多白油 我想看一下它的风子到哪里的 是啊 已经爆表了 已经爆表了 那我现在呢 就把净化器打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 多长时间能把它净化了 净化速度是一个净化器好坏的标准 好 好 请大家倒计 有倒计时一下 我们就数数就可以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其实到十秒钟之内 看我们的进化的这个 到了0.84 0.84 0.84 飞客美丽 现在52 已经接近零了 这个我们真的说明 这个空音进化器是非常有效的 它不是像我们传说中的概念的东西 它一定在从国外 刚刚讲日本的韩国 韩国的空气进化器 家里保有量是85% 就是家里有空袍的 几乎都会有进化器 那我们国内呢 现在刚刚开始有这种 意识 所以其实你刚刚看到 只是一个直观的东西 它可能是在一个小的空间当中 用了十秒钟 把这个PM2.5 全部都吸附到它自己的身体里面 但是在这个大的空间里面 只是时间会拉长一点 比如说一分钟啊 两分钟五分钟啊 那这个机器 我也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给大家来鉴别一下 如何选空气进化事件 就选像我们选汽车 选发动机对吗 对 我们选空气进化器 要选绿芯 那老师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跪它就跪在这个绿网上 对 有效才有 有价值 那么感觉